因為我對Rap的範疇很有興趣 但我自己在這方面不太好 我覺得在隊內 兩位Rapper我都很欣賞 就是Lokman和Alton 我其實跟Lokman上年做完 古道門之後 很快就已經跟花姐提出了這個願望 我想再做這隻跳舞歌 想找一個隊友 真的很感謝公司 也很感謝AK 因為是AK推行這件事 有份一起創作這件事才成事 然後我自己很開心 其實最重要是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曾經有擔心過 會不會自己想做的事 其實種種因素的影響下 最後會扭曲得很厲害 誰知道最後沒有 就是四句子 如願以上 我覺得這次這首歌對我來說 是根本就是好 在我的決鬥裡必出來的 無論是音樂的風格 和跳舞的方向 和歌詞的內容 都是我自己很餓的東西 因為上次古道門 我都自己寫了少許Rap詞 但因為那裏都很短 不是很多 所以都還應付到 這次其實 開頭的時候 我打算一起寫這個歌詞 但真的太難了 最後我都 其實我非常信任 Alton 我就 Alton 不如這個 這個重音 你會不會很辛苦 可以把這個重音交給你 其實他一下子就 打了這個重音 然後就自己刷所有Rap曲 都說 哇 你問我的感受嗎 就是粒粒粒辛苦 很大壓力 對我來說是第一次 或者第一個半次 其實首先 我家人 不是音樂人 所以 他們 會比較簡單 因為 他們一聽到 就會 很棒 很開心 但可能他知道 我有這個機會 而他也知道 我是一個 當我 一有這些機會 我會 很囊 咬著 不放 又不睡覺 又 蠍蝶底利 他們一定會 在前期 擔心 其實他們是擔心多 但我開心 我會在前期 自己 刷牙門 然後 東西又不吃 這個 大家不要學 我也在改 但是 到出來之後 就覺得 大家都 為我這件事開心 所以才為 鬧鬧街辛苦 我們 一開始都 都想過 中間這個 搞笑的這個 界線 如何去拿 如果不是太搞笑 偏回去正經一點 又好像太貫看 但大家 搞笑的人 就以為我們 好像很低 對 或者是 以為我們真的 很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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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我三眼皮 那些 我食物很厲害 我的眼珠是啤色 對 我不是作出來的 是他自己寫 只是我幫他調整 那我就大膽寫 寫得 有點 囂張 但是 誰知 出來之後 我自己覺得囂張的東西 他們可能就會 很不趣 我自己是很喜歡 你雙眼皮 我接近三眼皮 我接近三眼皮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有什麼特別的優點 去寫給你看 我說 我現在哪隻眼是三眼皮 我想不是每個人都有三眼皮 這是一個優點吧 然後我就寫了 我就說 就算你真的是三眼皮 你不會當是一個優點 我自己有另一句很喜歡 我的氣場已經影響了極 我覺得這場非常吊詭 我覺得 我真的 我覺得 你的腦袋在想什麼 現在突然寫了這樣的東西 其實這句說話 同樣地 CAL叔叔也有這麼說 是啊 九龍過去都要坐飛機 在錄音室 錄音的時候 發現 本身有一句 不是很適合 然後才叫我臨場改 那我臨場改 就想了 同時九龍過去都要坐飛機 然後CAL叔叔就說 你的腦袋在想什麼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一個連續歌詞 就是 你會記得 做偶像 不是發財 最重要是立品 你跟著跟著我的車尾燈 距離愈來愈近 Michael Jackson 做偶像不是發財 最重要是立品 但跟著你跟著跟著我的車尾燈 距離愈來愈近 Michael Jackson 其實Michael Jackson 是我的偶像 以前剛剛接觸他 就是覺得他跳舞很厲害 唱歌很厲害 然後再我進行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都真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 都要站在一個浪尖位 其實很大壓力 他還要不只是一個城市 他是全球 整個年代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 唉 有時候有些不好的事情要承受 但是 我們要承受多少 都要不及他 那我們又何必 太過 太過大壓力呢 都是自己走出死角的一個方法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Michael Jackson 可能在訪問的時候 一些記者都經常問我們 剛剛入行 面對一些負評的留言 或者看到一些負評的時候 會不會怎樣去處理 那時候我都會回答 就是 沒有啊 連我們最喜歡的偶像Michael Jackson 都會有負評 都會有人不喜歡他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資格 我們有什麼資格 我們不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 另外有一個 那時候有一個不二位可以分享 但是 將軍秋居 武器 不是啊 這樣的聲音 其實是因為 我真的唱到那裏 我沒有氣 然後 我沒有氣了 然後我不行 我要寫一個呼吸給自己 就在那裏 這樣玩 誰不知原來 大家又覺得這個製作多可愛 是 入行之前 可能對偶像的了解 可能是 啊 啊 很多人會追著 可能 會 很多人 喜歡 但是 入了行之後 反而覺得 這些東西是真的 但是 伴隨之也 都有很大的壓力 我們的壓力 在於是怎樣去 去想做好自己 怎樣去 去達到其他人 對我們的 的 的期望 怎樣去珍惜每一次機會 去 令到那件事 是被人覺得是 你們值得的 那反而這個是 原來是 偶像要去承受的壓力 因為 偶像派 可能 在這一行裡 未必是一個 很好的形容 有正面 也有負面偶像派 這件事 那很希望可以 真的 自身能力再提高多些 然後去 令到這個偶像派 不是 偶像實力派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做偶像的時候 其實是一種平衡的壓力 因為我們是 節目出身 我們是 競技下成長 我們 一直有一種 謙卑和學習 但是 久而久之 這些很認真 很耐心 有些人會覺得我們 觀看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火快 有些人會覺得 你們沒有了自己 為什麼沒有了那種 小小的氣焰都要有 那時候 靠叔叔教了我 我一腳去 執大話 做偶像 是要有些自戀的 你自己都不喜歡自己 怎麼說服別人喜歡你 那我們就 叮一聲 對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覺得 自信 要保持有自信 要自戀 謙卑那樣 都在心 但是你問我 私心 wish list 一定是想 阿Dee和Lokman 我們三個 我可不可以貪心 兩者皆事 因為我自己 我不是說 看著獎項成績 去做音樂 我自己是要看 最重要 我自己本人都喜歡 那個作品 我相信我 solo也好 或者我跟幾個兄弟 做也好 一定是不同的 那個火花 所以 是 沒得比較的 所以我先 我不是帶你繞圈 但是我自己的價值觀 是這樣看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